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四 大家最近都还好吗 有没有乖乖待在家里 我其实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录视频 除了因为之前我回家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录视频 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每一天都看到 各种各样不太好的新闻 所以心情就比较的低落吧 我录视频 拍照大家对我用的口红 好像都还蛮感兴趣的 所以这一次呢就全部整理出来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用的口红基本上色系都很固定 都是以偏砖橘色为主 质地上来说我喜欢的口红 全部都是雾面哑光的质感 所以如果你用不习惯这种太干的质地 那这支视频可能对你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所有介绍到的口红 今天都会有上嘴还有手臂的试色 那我们就现在直接开始吧 说到我的爱用口红必须要排在第一名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这一支比亚的25号 最最最常用 也是被问到最多次的 我的这一支呢是新版的 现在还是非常好买到 我每次涂这个唇用呢都是刷在下唇 然后把它抿到上嘴唇 边缘的地方就直接用手指去晕开它 我现在嘴巴上的其实算是薄涂 它虽然是雾面的质地 但是我觉得它涂在嘴巴上也没有说那么那么的干 这支我真的超级超级推荐 下面一支是来自这个牌子 叫做Juicy 这个唇用我觉得它的包装还蛮有质感的 磨砂的方管包装 这支上嘴就是这样子的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 棕调的栗子色 跟就是BR25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是质地上来说完全不同 BR的这支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哑光质感 但这支呢它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粉雾感的慕斯质地 非常非常的丝滑 里面的膏体一上嘴 你就可以感觉到它那种很顺滑的感觉 这种慕斯质地的唇用 我觉得涂在嘴巴上是会看起来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气质满分的那种 下面这支呢也是这个品牌的 但是这个颜色跟刚才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色号的话颜色相对来说是更加少女一点点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质感超级丝滑 超级雾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眉红色调在里面的 这个颜色如果你是比较偏白皙的肤色 涂上真的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白 在镜头里我觉得可能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荧光 可是现实生活中它其实完全不会有荧光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的提肤色 像我刚才涂那两支比较偏砖色的唇用 是会让你看起来很有气场的那种 但这个颜色我觉得涂起来不仅是让你看起来有气场 而且让你看起来是有那种女明星的气场 下面一支唇用呢是来自菊朵这个品牌的 我发现我今天介绍到所有爱用的唇膏 基本上都要么就是韩国的品牌 要么就是国货 反正价格都是很低的那种 我觉得平价的品牌其实颜色已经非常非常好看了 所以我好像买的都是很便宜的那种 大家种草起来也不会太有压力 这支菊朵的唇用我也超级喜欢 出现在我的那种化妆视频里好几次了 但是都没有跟你们好好的推荐过它 非常非常正的番茄雪色感 这支颜色我个人是觉得薄涂起来 会非常青春阳光活泼的感觉 但是厚涂的话又是可以搭配那种浓妆的 下面这支呢也是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这支它是比较干 我现在嘴唇有一点受不了了 所以我还是涂个护唇膏先 我觉得是一支颜色非常非常正的 巧克力砖橘色 它的颜色比较偏暗一点点 这个口红的质地就是比较偏干一点的 如果你不太用的习惯这种 雾面牙光的口红 可能会觉得它有一些拔干 下面这支纯油呢终于不再是之前那些 比较偏重口味的颜色了 这支的颜色呢就比较偏日常 比较像是那种奶油性紫色的感觉 给你们上嘴试一下 这支它这个高 装膏体的这个和它的外壳 总是很容易分开 它的质感呢也是那种 很有空气感的 很绵密的慕斯质地 涂上去之后超级超级的舒服 超级轻盈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那种上班上学约会 你都可以用到的一个颜色 下一支这个唇釉也是颜色比较自然的那种 相比于刚才那个Clio的来说 颜色会更加的偏红一点点 但是还是带有那种奶油色调在里面 这两支唇釉的质地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这些颜色就是这样的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温柔 剩下这两支呢 就跟刚才我试到的那些唇釉 是完全不一样的色系 这支是来自一个泰国品牌的唇釉 我之前好像也有在视频里面涂过这一支 这支颜色真的非常的美 这支终于涂好了 但其实涂得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的质地实在是太滑了 相比起我刚才介绍到的几支 那种慕斯质地的唇釉 来的都更加的丝滑一点 所以它很难固定在嘴唇上 而且你在抿的时候 很容易把嘴唇中间的唇釉 推到唇部的四周 如果你不太介意这个质地的问题 它的颜色倒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或者如果大家手头有跟这支唇釉的颜色比较相似的颜色 可能会是这一支 因为它是那种葡萄色 我自己基本上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色系的口红 但是我涂上之后就觉得好像还蛮好看的 这个雾棉唇油的质地相对来说会比较水一点点 比刚才那支上嘴之后看起来更暗一点点 终于把这些口红全部给你们介绍完了 但我刚才数了一下一共是9支 没有到10支 其实我不太确定这支视频录出来色差会有多大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给你们呈现真实的色彩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